台风大概是打破了台湾1400多天 已经没有台风的记录 那尤其灾情在东部及南部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对灾区的民众感同身受 希望他们能够赶快重建家园之外 其实也看到了在这段时间 几个台湾过去几年做的重大建设 发挥了效果 第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是平额公路的电感地下化 大家如果有去过墾丁这边玩过的话 就一定会经过平额公路 平额公路在去年完成了141公里 141公里这么长 2100多只的电线杆 全数地下化 这个工期本来应该要10年 但是我们花半年的时间把它完成了 当时当然是造成了交通的不便 所以居民有一些怨声载道 可是经过了连续两次台风 杜苏瑞和这次的海葵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平南地区就是几乎没有停电 几乎没有停电 为什么 因为当电感地下了之后 不管你狂风再怎么吹 电感没有倒 电就不会停 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 完成了之后 是大平东地区 平南地区 整个顺畅了 生活便利了 这就是所谓基础建设 看不到的地方 还是有国家的成绩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也要和大家分享的 其实是石门水库的阿姆坪 排淤隧道 为什么说是排淤隧道呢 因为其实它排出的是 沉积在石门水库下面的淤泥 大家都知道石门水库已经60岁了 就是这样的 中国人画面 对 60岁的一个水库 它当然从山上来的水 会带着泥沙 渐渐渐渐就沉积在水库里面 那水库渐渐地变浅 蓄水量就会变少 所以能够替大家保持的水量就少啦 那每年大家都说 我们的水可不可以变多一点 我们的怎么不能趁着大汗的时候 把下面的土挖一挖 让它的容量回复 寿命就延长 好 这个讲了几十年的事情 其实在2006年 苏贞昌第一次当行政院导师 启动了计划 可是后来经费不够啊 那政府也可能没有把心力花在这边 所以整个计划 2006年虽然启动 但一直到2017年当我们有了前瞻预算 这一笔多出来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把钱花在这样重大的基础建设 就是一般人看不到啦 然后也不会有感觉 但他真的需要做 这些钱又这么大笔 一次花在这样的基础建设上面 好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做了一个排域隧道 就是本来你的沙子就算你挖了 你也要用卡车一台一台运出去 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工程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一条隧道之后 你把沙子集中 然后利用 就是像这次的台风 有超级大的水量 你可以利用水力 一次把那个沙子冲到河床 还地 还沙 还土 于河 所以既清除了水库底下的淤泥 让它的容量变大变深 但是同时也把过去的沙子 还到了河地去 让我们的水道可以更健康 这就是这次阿姆坪的排域隧道 因为有海魁台风这么大的水量 什么水库满了之后 那排域隧道正式启用 所以这两个建设 其实真的都是国家 霸尼Q1的建设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台风过后 觉得我们心心念念 然后做了很久的国家建设 确实在这一次当中发挥了它的功效 也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 其实我是觉得很感动啦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 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的精力 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 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 都是连结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 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 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 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 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我们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